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喜的是我们最近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国际舞台 特别是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的职位 那么副统治长您作为第一位在联合国总部担任此重要职位的中国企业界的领导人 您有一些感悟和大家分享吗 去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吉文先生任命我作为中国企业的代表 加入了我们中国企业这个全球企业组织的理事会 我觉得这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 我们中国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 应该说我们起步比较晚但是进步非常大 我们在尽社会责任上应该说我们不比任何国际公司在理念上和形同的差 但是呢我们也这个由于起步的比较晚 我们还不太完善 再一个呢我们宣传还不够 所以呢能让一个中国企业让我中国实话 我本人代表中国企业加入全球企业组织理事会 我想这是联合国企业组织和潘吉文理这个秘书长 对中国企业的认可也是对中国实话的认可 也是对我的一个激励 我想在这个岗位上 那么我们要加快推动中国企业在社会责任上 特别是全球企业组织十大原则上 我们要走在全球企业的前面 我也被任命为这个中国网络的首届 这个第一届 这叫轮值主席 那么我们除了推动 进一步推动中国实话 在贯彻联合国契约 是向原则的加大力度 走得更快之外 要带动中国的企业向这个方向努力 我非常高兴我们中国企业 现在做得越来越好 而且加入这个企业的组织越来越多 这说明中国的企业更多 更愿意承担世界责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